看得出來不認識 看過 就是很資深的演員 所以你以後的下場 大概就會這樣想想 你兒子好像可以跟他交往的 那麼冷靜 我兒子才18歲耶 剛出國那個 還有一個14歲 你要哪一個 想像 來了嗎 喔 好 如雲姐好 我是KID 你好 嚇一跳 我幸好講得出來 如雲姐 因為我剛剛很怕說 我突然看到一個前輩 然後叫不出名字 要死了 還好你自我介紹 我忘記你叫什麼 我是KID 我OK的 我常常看你的 因為我妹很喜歡 是 我的人臉辨識跟名字 我其實是連不起來的 所以還好他自我介紹 我看到那個如雲姐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到 因為他開始背對我的 我其實那時候 當下最緊張的是 我叫不出這個前輩的名字 我跟你說 我真的這樣 啪 如雲姐 就直接來了 所以我就講出來之後 我就整個就鬆了 我鬆了之後 我就整個開了 OK啦 我覺得如雲姐OK 因為如雲姐的歌 我們都會唱 如果雲姐 我不是那個 不是嗎 你完蛋了你 好 我跟你講 你最合 來了啦 好大聲喔 群群啦 為什麼有一種 感覺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群群好沒驚喜感喔 不是 我也覺得回到另外一個節目的人 你知道我還沒進來 我就知道是你了嗎 為什麼 因為超大聲 群 我在門口在頻道 群 你好 哈囉 你好 如雲姐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現在最紅的啦啦隊隊員 對 她也是主持人 對 這是如雲姐 她這幾天就是 會陪在我們身邊 然後一直用酒精 群群妳認識她嗎 我 看得出來不認識 看過 但不知道名字 就是很資深的演員 所以妳以後在下場 大概就會像這樣 可是我覺得如雲姐 還是保持得真的 好 我的下場是怎麼樣 而且都很難想像 她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你胡扯 那誰的兒子啊 你兒子好像可以 跟她交往的那種年紀 我兒子才18歲 剛出國 剛出國那個 對啊 妳就一個 我還有一個14歲 妳要哪一個 想像 我不行 我這樣 我是大姐姐 我見過她在節目裡面 我知道她是啦啦隊的 可是 因為我對所有的運動 其實都不熱衷 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的關注她 剛才看到如雲姐的時候 我的腦海裡面 是一直在搜尋說 我見過這個姐姐 但是我想不起來 就是名字這樣子 但因為KID哥 都在 所以就是氣氛 整個算是還蠻歡樂的